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唇红齿白 鲜鲜细腰 可别提有多漂亮啊 而这王柳儿今年年方十八 自打小以来就是和自己的父亲王老汉一起生活 母亲一出生就因为难产 不幸离世 留下他这么一个孤苦伶仃的孩子 只有一个孩子的王老汉 很是疼爱王柳儿 示弱掌上明珠 疼在手心里 这个王老汉没有什么能力 自斗大不失一个 砍柴重到他也干不来 只能去到高山之上采采草药 有时候采一采人森 而王柳儿自幼便是这般和父亲王老汉一起上山 通过采药采人森来维持生计 有时候他和父亲王老汉甚至要爬到那东湖山去 那里常年积雪漫地 冷酷一长 而人森往往就是在那最高处的悬崖峭壁上 他只能靠一点一点的石壁上的缝隙攀爬 才采下一点儿大的人森 虽然那人森价值昂贵 但是一整年下来 他和父亲王老汉也采不了几个人森 靠着这个辛苦得来的报酬 也紧紧勉强肚子不被饿着 换口饭吃 这日 王柳儿正在家中清理着 从山上采下来的药材 忽然背后传来一个熟悉不过的声音 他转头过去 顿时害羞低下了头 哎哟 是哪个美人这么辛苦的干活呢 那个身穿粗衣麻布 身材魁梧 四肢空无有力的黑状男子 嬉皮笑脸地说道 王柳儿头向一旁撇去 娇声说道 赵大哥 又来耻笑我 小心我不理你了 而那黑状男子健壮 立马就走到跟前 一把就抱住了王柳儿 握住他的手 说道 我只不过是心疼你嘛 这细皮嫩肉的小手 干这些粗活 太难喂你了 哼 不干活 哪里来的粮食大米 不然我们家就都要吃西北风了 王柳儿对着那男子反驳说道 哎 都是怪我没有出息 如果我要是能多赚一些银子就好 也就能娶你过门了 那黑状男子低声摇了摇头 叹息说道 王柳儿听到这话 转过身子 紧紧抱住那个男子 坚定地说道 无论如何 我只爱着你 赵大哥 原来 这个黑状男子 是居住在西北村的赵春 他为人热情善良 性格朴实 周围之人对他印象都是极为不错 而且这赵春自幼 便是无父无母之人 早些年间 他如今的养父养母 是在家门口附近的田耿上捡到了他 而在他的身上还有一块雕刻精良的透明玉佩 恰好这赵家夫妻多年未曾有过一儿伴女的 便将这捡来的男孩当作是自己的孩子 不仅是悉心照料养大 还取了如今的名字赵春 这个赵春自小以来便和王柳儿十分熟悉 是个从小玩到大的青梅竹马 在机缘巧合之下 赵春向王柳儿表露心意 王柳儿本就是喜欢这个憨厚朴实的赵春 一来二去下 他们两人便是相互恩爱的男女情侣 不过这个赵春也没有条件去读书 只能靠一些手艺活来养活自己 替人做一些烧给死人的纸钱 胡在木杆上的纸人 俗称胡纸匠 赵春如此低贱的工作 自然是被那王老汉给瞧不上眼的 经常对着赵春大骂道 就你这个穷小子 就不要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要想娶我女儿 得先拿出五十两白银 五十两白银 这对于赵春来说 无异于是天文数字 即使他干三十年的胡纸 也赚不来这么多的钱 而王老汉的目的自然很明显 就是看不起这赵春 不想女儿王柳儿嫁给他 才会提出如此要求 尽管如此 但是这一对热恋之中的小情侣 又怎么会被王老汉的阻挡 说断就断呢 他们经常便是在王老汉不在家的时候 偷偷相拥私会 缓解彼此许久不见的爱意之情 就在这个赵春和王柳儿 正打算亲着小嘴时 只听到大门支的一声 被打开了 进来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那王老汉 王老汉见到如此场面 顿时火冒三丈 觉得正是这赵春三天两头跑来 就是为了拐走自己女儿 随即王老汉拿起一旁的长棍 连忙追着赵春打去 嘴里还念叨道 你这个小兔崽子 说了多少遍 没钱就不要来我家 还敢偷偷溜进来 看我不打死你 赵春见到这王老汉动起手来 也顿时慌了神 立马就向外跑去 三步并坐两步走 一溜烟就跑没影了 眼见这赵春麻溜的给逃走了 王老汉这才停了下来 气喘吁吁的说道 女儿 再也不要和这种男人 有任何瓜葛 他没钱没事 怎么配得上你 这种人我是见一次打一次 爹 赵大哥他 王柳儿刚想替赵春说一些好话 王老汉瞬间就挥手制止 气愤的说道 勿用多言 这种人我是不会让你嫁给他的 说完 这王老汉便满肚子火气 回到了房间 留下王柳儿无可奈何的叹气 就在这件事过去没多久 一天清晨早上 一伙流里流气的好事之徒 猛的踹开家中的大门 勤着满脸憔悴的王老汉 就走进了王柳儿的家中 将王柳儿吓了一大跳 随后 一个满脸坑坑哇哇 身材矮小 肚子臃肿肥大的男子 就从人群之中走了出来 指着王柳儿大声说道 你就是王柳儿吗 是 我就是王柳儿 王柳儿哆哆嗦嗦 胆怯地回答道 这个男子王柳儿知道 他正是那当地赌场的头子孙二马子 为人阴险狡诈 出了名的不要脸的下流之人 做起事情来要多狠就有多狠 很多赌客都因为还不起钱 被他折磨得半死 你的父亲在我们赌场欠下足足有一百两 他还是不可能还得起了 他和我们签下了契约 说是要将你抵押给我们 用来偿还那一百两 这孙二马子嘴角一撇 宁笑道 听到这话 王柳儿瞬间感到头晕目眩 他没想到 那个曾经最疼爱自己父亲 竟然如今要将他抵押 偿还赌债 王柳儿目光恶狠狠地盯着王老汉看去 这王老汉默不作声 眼睛不敢直视女儿 向一旁看去 以来转移王柳儿那不解何愤怒的眼神 既然你如今在这 那就跟我们走吧 现在你可是我们了的 哈哈 孙二马子顿时仰天大笑道 看到如今美女的王柳儿 自然是觉得那一百两千有所值 很快 孙二马子的手下立马就将王柳儿绑住 正准备将他带走之时 一个男子双手插腰 赫然挡在这伙人的面前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纳兆春 只见纳兆春看到如此人多情况 面不改色 咳了咳嗓子 郑重地说道 这一百两我来出 三日以后给你们 就你 哈哈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一个胡纸将何来一百两 不要开这种逆天玩笑 孙二马子痴笑说道 赵春眼见那孙二马子不信 便接着说道 只要给我三日 若是三日之内没有那一百两 我和柳儿一同交给你们 习听尊便 此话一出 这孙二马子也愣住了 他没想到这赵春 竟然立下如此承诺 心想这三日也不长 让他这个赵春也玩不出什么花来 便同意了这一承诺 只不过这孙二马子 生怕这两人会逃走 便安排一部分人 待在王柳儿家附近 以防止他们趁机溜走 赵大哥 你真的能拿出这一百两银子吗 王柳儿心怀疑惑地问道 赵春走到王柳儿跟前 凑近他的耳朵 小声地说道 我前些日子听说 那九封山有人挖出过千年血人森 那千年血人森有延年益寿 其死回生的妙用 价值足足有上千两 所以我若是能再挖出那千年血人森 那这一百两就都不是问题 王柳儿听到赵春 居然想去挖千年血人森 立马就皱起眉头 严肃认真的说道 那九封山 号称九死一回山 多少人去了那边有去无回 成为雷雷白骨 况且那边猛虎野兽众多 时不时还有土匪出没 很是危险 眼见这王柳儿十分担心自己 赵春连忙安慰道 没事 男子大丈夫死不足惜 我这一去 定然会将那千年血人森带回 柳儿 相信我 听闻完赵春的一字一句 王柳儿紧紧抱住赵春 眼泪不自觉地就流了出来 泪眼婆娑地说道 一定要平安归来啊 就这样 这赵春收拾了点行囊 便踏上九封山彩千年血人森之路 可是 一晃儿就是过去三天 到了约定的时间 这个赵春依然是没有出现 连个人影都没有 这让王柳儿万分着急 坐立难安 看来这赵春就是个骗子 不管是骗了我 还骗了小娘子啊 孙二麻子用手抚摸王柳儿的脸 好生没气地说道 此刻 王柳儿内心彻底绝望至极 他不知道那赵春到底是死是活 抑或者早就抛弃了他 逃跑而走 一想到这里 王柳儿不禁失声痛哭 哭晕在地 而那孙二麻子哪里管他如何 立刻吩咐手下 将王柳儿带走 一脚踹开了一旁阻拦的王老汉 对于如何处理王柳儿 孙二麻子早就想好了 他早就和一红愿的老宝商量好了 等王柳儿拿到手 就将他卖给一红愿去 去当青楼女子 当王柳儿知道自己要被卖去青楼时候 极力想要挣脱离开 但是毕竟人多是重 还是被蒙住眼睛 绑着身子 交给了那一红愿的老宝子 而当那老宝子 看到王柳儿的脸蛋时候 心中暗自窃喜 如此娇滴滴的美人模样 一定可以拉来上等的贵宾顾客 到时候又是大赚一笔 于是 拿老宝子便将王柳儿一身好生打扮 对外还放出消息 说着王柳儿是一红愿的招牌花魁 国色天香 美艳动人 果然 这一消息放出 瞬间就引起了一众世身土豪的注意 纷纷想要下此重金 与王柳儿春宵一夜 可是 此时竟然有个人 出价五百两 买下与王柳儿共度一夜 这样举动 瞬间就打消了其他人的想法 大家也很好奇 到底是谁如此出手阔气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那当地最有钱的富翁刘元外 他要是说本地首富 想必没有任何人有所意见 因为他家良田千亩 房屋上百间 奴仆庸人更是数百人 甚至还管理着曹韵生意 实在是生意广阔 富甲一方 但是这个刘元外 已经是足足有八十五岁高龄 半只脚都已经快要踏进坟墓之中 而且他年轻时候老婆死的 自己也不愿意再去 膝下至今未有一子 而现在这个刘元外 却买下王柳儿的一夜 以至于有人嬉笑道 这老头 他不是好色上了头吧 就这样 这天晚上很快就到了 王柳儿被那劳宝打扮的妩媚优雅 一身白色沙衣裹挟着修长的身躯 就这么直挺挺地躺在床榻之上 只听到一声门打开声音 随后这门又被卡的一声给关上了 一个头发斑白 胡须全白的瘦小老头 拖着鞋子 缓缓地走到了床上 掀开窗帘 便看到了王柳儿 王柳儿本来以为这个刘元外 会主动脱去他衣服 所以他眼睛一闭 静静地等待这个刘元外 对他的所作所为 可是过了好一会 仍然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那刘元外一直都是勾搂着腰 静静地看着王柳儿 你不用担心 我不会动你的 你陪我这个老人家好好聊天 可否 那刘元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对于这样奇怪的要求 王柳儿倒是很不解 但是想到这老头 如今已是85岁高龄 也做不了那男女之事 想聊一聊天也是极为正常 所以王柳儿便点头答应 随后 这刘元外便和王柳儿讲述起来 自己以前的种种经历 他曾经也只不过是一个落魄的穷书生 后因为考中举人 这才慢慢地发展起来 偌大的家族才慢慢地壮大起来 他和妻子一点一点地经营生意 才有了如今财富和地位 一说起妻子 刘元外便落泪痛苦 嘴里一直不断地说道 都是我害了你啊 都是我害了你啊 说完还用手横甩自己的脸 见此场景 王柳儿立马阻止了刘元外 好心好意地询问道 老人家 何苦这般摧残自己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妨说一说 于是 这刘元外便和王柳儿 说起自己和妻子的事情 原来 有一日这刘元外 正好要外出做生意 得出去个十天半个月 而此时妻子正好生下孩子不久 也在家中休息调养 刘元外得到这个孩子很是开心 毕竟是家中唯一一个男孩 而且自己年近六十 才得到这么一个孩子 所以是天天抱来抱去 不肯撒手 可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天晚上一伙蒙面土匪 突然闯进了家中 将家中有价值的东西 全部洗劫一空 而且这伙土匪 怕有人暴露他们的身份 还杀光了家中 上上下下的奴仆和丫鬟 一瞬即整个流腐血流成河 惨状可不 幸运的是 刘元外的妻子 带着和孩子趁乱逃了出来 只不过可惜的是 妻子因为被土匪砍了一刀 伤势过重还是走了 而那孩子也不知所踪 了无音讯 因为这件事情 刘元外深深地自责二十多年 以至于多年未再娶妻 仔细看来 我那悲惨的妻子和你还有些相似呢 刘元外望着王柳儿 缓缓地说道 王柳儿感到有些许不好意思 低头沉思 没有再多说什么 就这样 他们二人就这样坐了一整个晚上 等天亮以后 刘元外便离开了 走的时候 他还留了一句话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可是等过了三天以后 老宝子突然笑嘻嘻地走上前来 一脸欢喜的模样 凑到王柳儿身上 说道 哎呦 我的好女儿 现在你自由了 那个刘元外已经替你赎了身子 这下你可是刘元外的人了 王柳儿没想到自己这么快 就重新获得自由 离开这个风流之地 但是很快一件更意想不到的事情 发生在他身上 那刘元外对外放出消息 他将会再娶一位老婆 而那老婆不是别人 正是那王柳儿 得知消息的王柳儿 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要成为 那85岁老头子的媳妇 一想到自己将会照顾 那步履蹒跚的老头 他满脑子都是充斥的三个字 不愿意 于是 走投无路的王柳儿 此时想到只有死 只有死才是自己的解脱 他便准备好了披霜 准备一杯下肚 了却余生 不过还没等他喝下 那怀中的披霜就被老宝发现 连忙制止了他的行为 将他绑了起来 防止他再次想不开 自寻短见 如今想要死都是如此困难 就这样 王柳儿被五花大绑的给送到了刘府 等到他睁眼之时 看着四周门窗粘贴着的喜字 床榻和桌上都是红色喜庆之物 心中顿时凉了一大截 彻底打碎他的内心 随着门突然的打开 王柳儿定睛一看 这人正是那刘元外 他正满脸和气 面带微笑的向他走来 滚 我不会让你碰我的 我是不会和你这老东西同床的 想都不要想 王柳儿咬着牙 眼神凌厉的看着刘元外 不管如何 先将绳子解开再说嘛 说吧 刘元外便将绑在王柳儿身上的绳子 给统统解开 然后正向递给他一杯水和芝石 没想到这王柳儿不知道何时拿走桌上的剪刀 尖口对着自己的脖子 眼看就要刺去 你再靠近我一步 我就立马死在你面前 王柳儿大声嘶吼说道 哎呀姑娘 你的夫君其实另有欺人 刘元外跺脚着急的说道 可还没等刘元外说话完毕 门外就听到一句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声音 瞬间让王柳儿呆住 丢下了剪刀 柳儿快放下那剪刀 是我让父亲这么做的 这说话之人不是别人 正是那消失已久的青梅竹马赵春 只见那赵春踏着轻盈的步伐 走到王柳儿身前 眼神温柔的说 是我啊 柳儿都怪我啊 是我来晚了 看着眼前的赵春 王柳儿发现这赵春脸上多出一条长长的伤疤 颜色都已经紫黑紫黑 他轻轻的抚摸过去 哭泣说道 这些日子 你肯定也受了不少苦吧 都受伤了 我以为你都死了 如果你死了的话 我也想和你一起走的 说完 王柳儿抱紧赵春 哭得更大声了 待到王柳儿哭得差不多 赵春将那流言外拉到王柳儿跟前 说道 柳儿 这个其实是我父亲 是我让他安排这次娶亲的 很快 赵春便和王柳儿讲起了他这些日子消失 所发生的事情 原来 赵春那次去九封山的路上 就遇到了一只凶猛无比的大老虎 赵春拿出手中的铁刀 正想和这大老虎来个正面冲锋 可没想到的是 这老虎直接是一爪子 就给了赵春脸上抓出一道深深的伤痕 接着又准备扑咬上去 好在这个赵春躲闪及时 让这个大老虎扑了空 不过眼看着这老虎就要再次冲上来 赵春也顾不上别的 立马就是一路狂奔 可是一不小心 这赵春就滚下山坡 头磕到了石头之上 瞬间失去了意识 待到他醒来的时候 他发现已是太阳升起来的时候 已是正午时分 于是他拖着疲惫受伤的身体 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可没想到走着走着 他就发现了不对劲 这四周居然是一片偌大的坟地 而此时在他的眼前 有一户人家正在烧纸前祭拜先祖 磕头跪拜 看到有人 他也顾不上那么多 立刻就是半走半拖地来到那户人家面前 恳求那户人家舅舅自己 等那户人家家主起来身子 抬眼望去赵春 竟然发现那赵春佩戴这一块熟悉的玉佩 这块玉佩正是自己给孩子那块 而这户人家家主好巧不巧 正是那刘元外 你这块玉佩是怎么得来的 刘元外急切地询问道 眼见刘元外突然提出如此问题 赵春挠了挠头 缓缓说道 听我父亲说 我一捡来 就发现有玉佩在我身边 父亲见这是我随身之物 便主托我带在身边 看着眼前的赵春 刘元外万分确定 这就是那自己失散二十多年的儿子 他激动地抱住赵春 将事情的经过 一五一时地说了出来 顿时两人抱成一团 气不成声 可是等到赵春回到王柳家时候 却发现那孙二麻子 早就将王柳儿卖掉 为了能救出王柳儿 赵春便和父亲刘元外 想出了这么一招 将王柳儿赎回 再去回王柳儿 也算了却自己的心愿 之所以不愿意一开始就出面 赵春是生怕自己如今恐怖模样 吓到王柳儿 才会让父亲假借名义娶媳妇 以一个更好的方式出现 通过上次与王柳儿的了解 刘元外对这个儿媳妇 也是非常的满意 端庄贤惠 很得他欢心 就这样 王柳儿和赵春便是正正事事的拜堂 成为真正的夫妻 他们两人恩爱非常 始终都是相敬如宾 而那之前 陷害王柳儿一家的孙二麻子 也被刘元外告知官府 说他欺凌罢事 强占妇女 将他打入大牢 关押起来 而等到刘元外百年归西以后 赵春便接手他的家业 将这刘家发展得越来越好 留下守善之家的美名 俗话说 师之东鱼 收之桑鱼 塞翁师马 焉之祸福 任何好与坏都是不一定的 但是保持善心 一定会带来好运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